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下个全尸啊 是啊 董管家 董管家 太太 您找我 要做买卖就专心做买卖 别把街上的拿到家里来胡扯 是 走吧 董管家 姨太太 看来太太是怕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可是她把董管家这么叫出去问话 我们两个人不是正好单独在一起了吗 赵八爷 你这是说什么呀 姨太太想问什么就快些问吧 赵某绝不隐瞒 我想问什么 想问梅小姐为何报病 姨太太绝不会相信这件事 我就觉着梅小姐长得那么漂亮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被陆之县藏起来了 陆之县不像是一个好色之徒 她跟我一样 就算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 可是 姨太太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真是动小天下 其实 这个世界上什么怪是没有啊 只不过有些事情只能在心里想一想 千万不可轻对人言 我就觉着 觉得这事 太怪了 是 姨太太只不过是心存疑团 可有人 却是亲眼所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也是无意间碰到的 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夜里 我正好回家 看见几个亲信 护着一辆马车 那绿泥轿子谁不认得 是陆大人的 我还在王府门口亲眼看见 梅真卿从马车里下来 但是车里还有一个人 您的意思是说 梅小姐是被惠王爷 这就不好说了 不过 这事 我和秦老爷和王老爷都没有说过 知道这事的只有你和我 祸从口出 今后 不管时隔多年都要守口如瓶 记住 不要引火烧身 那 那您干嘛要跟我说呀 董管家 你过去看看 哎 赵八爷 啊 姨太太请喝茶 太太找我说点事儿 失礼了 这点事儿 谈得可是让赵某好等啊 其实今天赵某是想和李家说一些事情 赶上李老爷身体不适 那这样吧 既然 既然姨太太跟董管家都在 赵某就先说一说吧 赵八爷 您尽管说 如果我跟姨奶奶做不了主的话 自会请老爷试下的 上次我到剑岳 托人从汉阳订了一样东西 哦 就是上次赵八爷说的 那个用来集眼卤的那个洋玩意儿 对对对 其实它叫机器 机器 机器是干嘛用的 是替人干活的工具啊 这么说吧 比如说 从地底下集出眼卤来要靠什么 要靠车盘呢 那推车盘要靠什么呢 要么靠人 要么靠牛 我定的这个机器啊 就是专门代替人和牛 从地底下集眼卤的 集眼卤连牛都不用了 用不用的还不敢说 不过 这东西叫蒸汽机 是洋人发明的 上次我到剑岳 跟一位朋友说起过 他也表示赞同 还代替我订了这个机器 昨天他来信说 机器已从汉阳运出了 而且还跟着两位师傅 我想这样 先找一口井试试 如果成了 用它即卤水 哪不知道 比现在要快多少倍 要不 要不咱们试试 只怕竹篮打水 一场扣呢 那就用不着董管家担心了 要真是那样 大不了从我份子里扣就是了 那可不成 既然是两家合伙 不成也不能单扣赵八爷的 有什么损失 两家一起担着就是了 董管家 你觉着这样合理吗 都听姨奶奶的 幽灵这一走啊 虽然说不上我老年丧子 也是我一生中之大不幸啊 老爷不必伤心 玉林不过是出家 出家 妙红啊 庙里庙外虽然只有一强之隔 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到梅家提琴不成之后 玉林就嚷着说要出家当和尚 我以为他就是吓唬吓唬我 他这一走 寒室还小 秦家就这一根独妙儿 还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成妻 老天诚心要回我秦家 妙红绝不离老爷半步 如果有一天 老爷真的去了 妙红自会紧随其后的 人格有命 何必作茧自缚呢 顺应天衣吧 如果有一天 妙红 你也离开了我 我秦日朗 会贪然失之的 老爷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老爷 老爷 从明天起我就去拜菩萨 说什么也要给秦家添一个孩子 一保老爷的大恩大德 我就去拜菩萨 说什么也要给秦家添一个孩子 怎么修了一夜的井呀 太太 来来来 真是作孽呀 半道里边去 赵八爷也真是的 把李家仪太太都当成修井师傅了 好 依太太辛苦了 依太太辛苦了 我这一夜也没怎么好好睡 快 你们几个赶快伺候着 多弄些热水 让姨太太好好洗洗 赶快歇着吧 是 是 老爷 嗯 我想好了 咱不能和那个姓赵的再合伙了 生意上的事儿正多正少 都自管自家的 大早上他就说婚话 你当两家合伙做生意就那么简单哪 说合就合 说散就散啊 本想给你取个二房 好把李家往下操持着 可现在这成什么了 柳青给谁家修井都得听赵八爷的 柳青成赵家的长工了 要真成了赵家的长工 他好了 就怕什么人说出闲话来 那我们家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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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儿不能总挂在嘴边 说来说去 没应的事儿 倒让你给说成真事儿了 那 明儿个我就去试探试探赵八爷 看看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那你怎么试探啊 怎么试探 那就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了 女流就别打听了 老爷 您该喝药了 余兄的身体是月法不济啊 而且也懒散惯了 冬冠家是忙里忙外也顾不了两头 生意不等人哪 我想让柳青拜赵八爷为师 学做生意 赵八爷有何难处 这是吗 李老爷还真是为难赵某了 难在何处 不 柳青是老爷的姨太太 怎么能够师从赵某呢 赵某无德无才还是其次 就是怕 赵八爷就直说 李老爷 生意上的事 有些是上不了台面的 你说 说句梦了话吧 姨太太那是知蓝美知 我赵某人是俗人一个呀 若真是依了李老爷 难免左右不适 再说了 生意场上的事 要是让姨太太看多了 学会了再沾上点铜臭味 自然都是我赵某的不适 可要是遮着盖着 有些事让她知道 又不让她知道 到最后是一知半解 这个李老爷 还是会说我赵某无能的 说得妙 随便找个借口 赵八爷多虑了 我没让她四处跑 只是在家里做个帮手 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撒手的 再说还有董管家跟在他身边 是这样 那成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赵某尽力就是 董管家 请六卿 是 崇林少爷走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兵狂马乱的 他恐怕已经先我而去了 李老爷千万别这么想 想不想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柳青啊 来见过师父 不敢当 不敢当 赵某实在不敢当 赵八爷 姨太太 省了吧 赵某可耽耽不起 姨奶奶 请坐 那日后就拜托赵八爷多多指教了 指教谈不上 赵某尽力就是了 其实说到师父嘛 李家就有现成的 东管家可比赵某强十倍啊 赵八爷难我说笑了 您是从两华来的 您那儿的盐是供皇上用的 不说客套话了 李老爷 您今儿请赵某又到天井小坐 又是拜师收徒的 不会是想赖账吧 我欠你什么呀 一千两银子呀 赵某的话没错吧 我早就说过 这李澜二人的队伍是不会打到傅景来的 怎么着 李老爷是给银子还是给银票啊 我什么时候言而无信过 其实也不是赵某夸口 这次李老爷是输定了 赌嘛 就是图个胜负难料不是 可是刚一开局就注定要赢 那还有什么乐趣啊 当初赵八爷怎么就那么肯定 直觉 这种事情 赵某人是没有办法做手脚的 那倒也是啊 其实这件事明摆着 李永和也好 蓝大顺也好 他们谁能斗得过洛炳章啊 洪秀全怎么样 他是人中之豪杰 当年领着一支队伍出了广西市一路所向披靡 可是打到了长沙遇到了洛炳章怎么站 他得绕着走 确有其事 洛大人 不仅跟洪秀全是同乡二人年轻的时候 还是同学呢 早年间有个故事 就说他们两人在同学的时候 洪秀全出题要洛炳章联句 洪秀全出的题是 夜遇鱼池 摇动满天星斗 而洛炳章联句是 早登临阁 挽回三代乾坤 数年之后 两人相遇在长沙城下 一个是太平军天王 另一个是湖南巡抚 你看怎么样 我看这洛炳章一定能挽回三代乾坤 而这洪秀全未必能摇动满天星斗 那是 那是 洛大人是何等的厉害啊 还跟我说要试探呢 都摆起龙门阵来了 四嫂 你还记不记得 那天楚林高哥不是一夜没回来吗 哪天呢 他有好几次没回来呢 就是那一天 你忘了 我们俩在这等他一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 他才灰头土脸的回来那次 对 是有那么一次 你别打岔 那天我问他干嘛去了 都做些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 做那以后他就变了 真的变了 变了 他怎么变了 他在外面找到想好的了 不是 以前啊 我爹给他干的活 他白天干不完 晚上干 晚上干不完 不吃也不喝 现在呢 我爹给他多少活 他就干多少活 躲一边他都不会干的 然后呢 他就躲在那个房间里 连人都不见 四娘 是变得挺厉害的啊 你们别打岔 那你们说 这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掌柜的 大哥 嫂子 你们这是 是我爹 要给你派活 可是你呢 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还躲在屋子里 四娘 你怎么说话呢 对了 是我错了 是太阳啊 都晒到哈喇子了 还躲在被窝里 不许胡说 行了 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开张卖布吧 掌柜的 我 我派什么活啊 你别听他的 今儿的活就是昨儿的活 每天哪 你把布放到大门口去卖 天黑了 收回来 明天接着卖 是 爹 好 崇灵大 还有这些啊 哦 哎 哎 掌柜的 我送货去了 哎 好 哎 慢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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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啊 行了 回屋去 哎 哎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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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来呀 哎 这都是什么呀 哎 哎 你说四娘上去干什么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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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竹器吗 这是捞银子的宝贝 四娘 你大哥在井上干过活 你给他讲讲 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 你看啊 这是井架的模型 这个 这个是积卤水用的 这个是井架 这个 这个是修井的时候用的重要工具 你看做得多精致啊 那你是说这些东西 都是打井用的呗 是修井时候用的 不是打井用的 还不都一样吗 那你说他每天晚上不回来 就是 就是替人家去修井 应该差不多吧 好啊 他敢背着我干别的 这样 我们今天的事 谁也不许跟丛林哥哥说 就当今天什么也没看见 我要看看这个牧丛林 到底想要干什么 今天什么事啊 今天什么事啊 就是今天怎么了 梅市全家问斩 家财西数没收 除房产充公留作他用 其他如井造简 及超墨物品皆拍卖处理 有愿买者可到县衔衣商 这梅家的井造简加在一起 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哪 我说啊 嗯 你就别动这心思 我没听大伙议论吗 这会谁打梅家家产的主意 谁就会倒霉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可他 倒霉 他不是在皱眉老爷吗 你也算是钢总会的干事 逃跑是你带的头 你 这会你又打梅家的主意是吧 这个 什么 吴二爷 什么东西啊这个嘛 吴二爷 告示已张贴多日 居然无人问津 看来附近这帮严商果然难得啊 上次梅姓全家问斩 他们说谁也不上街 结果就没有一个人上街看热闹啊 分明是众人为一所动都可怜梅家 这次众严商会不会也一样拒不参议拍卖 既然卖不出去 就把告示提到周边的县城或者成都去 卖了梅市家产 我正要为附近修一条路 修路 是啊 来附近这么长时间了总得做些让人看得见的政绩 上次惠王爷来之前就想修了 当时发愁没有钱 现在钱有了 正好修一条路 有朝一日惠王爷回京 也好让他老人家稳稳当当的离开附近 好 当然 有位自称扬州来的延商要拜见仙太爷 扬州来的延商 是不是姓张 小的问过了 他就说是扬州来的 没说姓什么 妙啊 附近的没来扬州的来了 快 有请这位扬州来的老爷 有请 是 这位老爷 我家仙太爷有请 请 请吧 请 这么说扬州来的延商 就是赵八爷了 正是 看来赵八爷是有意餐饮排卖 不过 以赵八爷的实力 不会是要买下公告上所提到的 每一家所有财产吧 不知大人可否借笔一用 请便 请吧 大人 请过目 据陆某所知 陆某所知 父警 延商都是一字当先 对梅家的财产不理不睬 公开与本县作对 那是他们愚昧 话虽如此 不过在陆某看来 王正云 秦日朗一伙做事 总是明里来明里去 倒也令人佩服 倒是有些人总是在暗中 用谁沾了梅家 谁就倒霉的话四处吓人 煽风点火 让陆某的主张无人问津 着实让本县生气 小人不敢 大人 我是看大家伙都在气头上 随便应和说说 真是说不上什么煽风点火 大人您是知道的 这父警 延商 凡事都爱抱团 你说要是不随着他们说 有的时候是寸步难行啊 如果大人觉得开价太低了 我可能再加一些 大家日后总是要见面的嘛 也好说话是不是 可赵老爷开的价比市价低得多 你要忘少点 低是低了一些 不过我也是未解官府一时之急啊 此话怎讲啊 大人 父警乃父甲全川之地 父警之县自然是一个肥阙 据小人所知 在大人之前使劲浑身解数 想夺得此位的人不在少数 更有人开出十万两银子的价钱 欲买此官值 是 可是洛大人为什么不用别人 偏偏让陆大人来到附警呢 那你以为如何呀 这一嘛 这一嘛是看大人为官清廉 二 是想让大人在附警的时候 多多筹措银两 一冲军饷 哎呀 没家即倒 警造捡运 父警缺衣不可 父警现在的产颜量 是大不如从前了 盐产不上来 税就交不上去 如此拖下去 难道 难道什么 不怕洛大人怪罪下来吗 放肆 小人确实有罪 现在看来 你的确不是不要 你是想把梅家的景韵俭 以人独吞了 据小人所知 在附警想独吞的不止我一个人 可是要论实力 在附警想独吞 而又能独吞的 僅由我一人 可惜呀 梅老爷 在建三家寨的时候 多多闪闪 与世也不跟咱们商量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先别提这些了 告示在县衙门前 已经贴出好几日了 我真没想到 这个鲁鸡 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 再这样好下去 我担心呢 他们要把梅家的财产 拿到外线去拍卖 真要是那样 后悔都来不及呀 正月帝 我想 一来是为了追思真情老弟 二来为了今后我们共同的发展 约几个盐商大户 把梅家的锦灶剑全部买下来 至于今后怎么分成 等埋下以后 再根据各家出钱的多少细细商议 只有这样 真情弟的心血 才不会白白流入他乡啊 好 那咱们现在就去官府 先打听好 这个陆基要出什么价 再找大家商议 上一次咱们为了给真情弟求情 跟陆基争吵过 我担心这次他会找借口不见咱们吗 为了出手梅家的财产 担心的人应该是他 咱们快去吧 走 大人 父亲盐商会 王正云亲日的二位老爷 求见陆大人 不会是为了拍卖梅家财产的事吧 怎么不会 太会了 他们竟然以盐商总会的名义来见我 无非是想玩什么众盐商 一起买下梅家财产的把戏 可惜呀 可惜赵八爷早走了一步 不然我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 傅景盐商和扬州盐商 怎么玩螳螂捕蝉黄雀再厚的把戏 请他们进来 这 这回我要好好地接待他们 请 郑弟 这人都杀了 还来求情管什么用啊 我 陆大人 我等听说 官府有意将梅家贝抄墨的锦灶捡等财物拍卖 我等附近盐商有意合伙将其买下 哦 是这样 陆大人 你们附近的盐商终于想明白了 真是可喜可财 真是可喜可贺 不过 要买下梅家的家产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那布告都提出好多天了 那好 那就有劳你们体量本县了 大人 你们还是不必替本县操这份心了吧 有人已经出重金 将梅家的家产全部买下 这个人你们认识 这个人你们认识 就是扬州来的大盐商 你们附近盐商总会的干事 赵八爷 难道不是你们一起商量好的让他出面来买的吗 一棵老鼠屎能换一锅汤 说不买的时候 他比谁都起劲儿 可大家都不买了 他就独吞 既然同事刚总会干事 咱们这回一定要齐心 好好治这个赵八爷一回 我看不必了 不必了 郑云弟啊 论实力 我等那家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来 既然他能拿就让他拿吧 我是从长远想 当初促成他和李家的合作 这样就可以把他手中的银子套牢 他现在主动买下了梅家 不就等于说他把所有的银子套牢在附井了吗 秦老爷 你未免也想得太好了吧 他今天能够吞掉梅家 明天他再攻下李老爷或柳青 再把李家给吞了 说不定有一日他还想吞掉你我呢 郑云老弟 你太多虑了 我等附井言商 亦荣俱荣 亦损俱损 井 造 捡运 这么多的环节 这是多大的一个买卖 他想独吞就吞了 郑云帝 你放不着为这种小人生气 他现在出手啊 正可以利用官府急于拍卖来押价 我真是不懂了 这别人掉脑袋他就独自捞到好处 他想独捞就让他独捞吧 总比让那些不知根底的人买需要好 可是对他难道就知根知底了吗 你说的也是啊 对他好像又更不知根底了 事已至此也就这样了 不要再提了把账笑了吧 明白了 董管家也在啊 赵八爷来了 对了 董管家 今天用什么茶招待我呀 当然是赵八爷最喜欢喝的茶了 那就先谢谢董管家了 我这一路走来啊真是可坏了 您坐着 我去去茶去 好 姨太太 你看看这个 好富贵的牡丹啊 怎么样 透着富贵吧 这画工可真好啊 这么好的画你从哪儿弄的 这是牡丹和尚送给梅小姐的 牡丹和尚 没听说过 哪个朝代呢 姨太太真会开玩笑 这牡丹和尚 就是秦老爷的大公子秦玉梨呀 他不是出家了吗 因为是进了庙里 这墙上还挂着牡丹 大家争相去看 所以暗地里大家都叫他牡丹和尚 那 那这幅画 这画是刚才我路过县衙 他 赶上拍卖梅家的财产 我就把它买了回来 姨太太要是喜欢 赵某愿意奉送 牡丹和尚的画我不要 赵八爷还是自己拿回去挂吧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前些日子您还自己说 谁买了梅家的东西 谁就要倒霉的 你还真信哪 我那是编出来吓唬人的 编出来吓唬人 哎呀 你听我说 我是怕别人买了梅家的锦灶俭经营不好 那岂不是对不起梅老爷的在天之灵吗 现在好了 我狠了狠心 我把梅家的锦灶俭通通都买下了 你全都买下了 是啊 这么说 除了梅家的锦灶和锦灶 您还想要王家和秦家点什么吧 那两家太大 我怕吃了反而被掖着 那李家呢 我 您总想要李家点什么吧 我还能要李家点什么呀 赵八爷 来 受大人之托 却不能为朝廷多争税款 下官深感愧疚 陆志仙不必自责 我曾对你说过 此事与你无关 蜀中产颜日多 官府税收却没见长出多少 责任不在我等 记得大人曾经说过 若想封营朝库 需从源头入手 是啊 我一直想增收水梨 可就是疼不住手来呀 增收水梨 对 税还是要照收 但是要按每口严谨出的卤水算 卤水从井口一经寄出 便要抽取若干银税 不过要这样做 得先将那些大户延商制服 现在好了 陆志仙没有辜负老夫 果然是出手不凡哪 怎么样 梅真卿已经正法 那些延商 该老实一阵子了吧 为家计厨 延商受到震慑 若大人仅可增收水梨 如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 下官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陆志仙还是年轻啊 说出话来总是些赴汤蹈火之类的 陆志仙真是难得的人才啊 今日老夫有事掺身不能陪陆志仙了 请二位为洛某尽尽地主之仪 好好招待 银子嘛由我来煮 岂敢岂敢 我们二人一定会招待好陆志仙的 况且我还是陆志仙的前任呢 对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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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哈哈哈哈哈 琴风吹将回忆追逃 你在与谁相守 那一长不离不弃 如今是否只剩情愁 你走后时间已停留 还有什么感受 只祈求在许多年 之后不同就已足够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却放手 伴我开始点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伤口留对错 向谁诉说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情依旧却放手 火锤 花开十天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伤口留对错 向谁诉说